高考初分 我考上北大为了低调 我谎称纸上一本 一项成绩不怎么好的堂帝向我炫耀说 他的分数可以上北大 小叔开始笑话我说 女孩子就是不如他家就聪明 还逼着我爸将我家房子过户给他 我看着堂帝的高考分数 和网友晒分那是一模一样 联系网友后 知道是我堂帝在说谎 我请来了当地记者 开始大肆宣扬我拿好学的堂帝 还将堂帝那张PS过的图片当场展示 刚查完高考分数后 正想告诉爸妈 我的分数可以报北大时 就见小叔急匆匆的带领一群亲戚来到我家 鞋都不换 直接拉着我的手大喘气的问道 出分了 你考几分 我被小叔急气的样子吓到了 快说啊 你到底考几分啊 小叔使劲的摇晃了我的肩膀 还试图用手掰开我的嘴巴 看起来就很疯癫 我爸妈看出我说的不对劲 立马上前阻止 但小叔还是闻思未动 一直大喊大叫 快说啊 你到底考几分啊 快说啊 旁边的亲戚也开口劝我 快说吧 就一个分数又不是存款 这还能藏在夜里啊 是不是没考好啊 别害怕都是自家人 我们还能笑话你不成 我看着小叔那个癫狂的样子 我怕刺激到他 就不敢将我考了685的分数说出来 而是怯生生的说 我考了535分 几分 你再说一遍 我又重复一遍 535分 小叔听到这个分数 立马放开了我 随后客厅发出了轰鸣般的笑声 哈哈哈哈 他绕着我走了一圈 535分 哈哈 才535分 你知道我儿子考了几分吗 他考了675分呢 他的分都可以上北大了 看你平时作业不离手的 考出来的分数怎么这么少啊 哈哈 小叔拍了拍我爸的肩膀 我就说你还去上高中了 那学习能力啊 肯定是比不上男孩子的 小叔右手在我眼前晃了几下 你也别不服气 这个智商方面 天生的也没办法 你堂弟就是聪明 平时考试不显山不露水的 只为考试的时候一鸣惊人 我没有不服气 我只是蛮震惊的 我堂弟林张瑞居然可以考那么高 不是我戴着有色眼镜 而是我堂弟从小的表现 就不像学霸 我小叔那是从小到大 就宣扬他儿子是学霸 中考没考上好高中 是因为达提卡没图好 省之俭没考好 那是因为那天拉肚子了 张口闭口就是 反正男孩子嘛 学习有后劲 小叔平时说话不着调 办事不靠谱 但不至于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吧 我对着我小叔就送上祝福 恭喜小叔啊 堂弟真是太棒了 小叔对我说的话显然很受用 他半探在沙发上 那架势掩然和慈禧一样 我儿子考上北大 那相当于范进中局啊 你们知道北大的含金量吗 他眼神扫视众人 开始轻蔑地笑了起来 算了 跟你们这些土包子 说你也不懂 浪费我时间 他对我爸勾了勾手指头 大哥 你过来我有话和你说 我爸满脸疑惑 什么事 你也知道的 我家条件不好的 一家三口人 就挤在四十五平的小房子里 如今我儿子考上北大 可不能再住在哪里 小叔眼里露出了脚霞 我看你这个房子大 装下我们家三人 还绰绰有余 我爸看了我后妈眼 皱着眉头有点为难 啊这 成皱是女孩子 你们住过来太不方便了 小叔听到这话 顿时就炸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儿子可是考上北大呢 你知道有多少人 求着我们去住 我们都不去 我们这是让你们仗喜气 你们别不知好歹 听到这话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 你只是考上北大 又不是财神言 小叔听到我的笑声 为了晚尊 他拉着我大伯母的袖子 既然没大福气 那我就去你家吧 毕竟你家小女儿 蠢的和朱一样 我儿子过去 还能给他补补课 大伯母下了连连白手 我家福国 哪能受得住这天大的福气 小叔顿时垮下脸 但仍旧不死心 他又将目光移到了下一个人身上 下一个人连连白手摇头 在下一个人也是如此场景 这画面具象老师提问 而学渣不会下的连连摇头的样子 大家都不是傻子 这要是让小叔他们一家住进来 吃不吃得到肉不好说 肯定会惹了一身心 小叔这人 在我们亲戚间 可是出了名的偷奸耍滑 爱占便宜 他前几年借了我家好十几万 都不还的 一叫他还 他就跑到我家门前哭泉喊地说 我们瞧不起他这个穷亲戚 不体谅 他挣钱不容易还 天天逼着他还钱 还说不能像谁谁一样 天天补贴弟弟 居然像弟弟要钱 这副操作搞得我爸 再也不敢叫他还钱 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大了不少 后来由于我和堂弟同时中考 我考上了重点高中 而他只考上了三级高中 听说我小叔逢人就说 我是走后门的 字词两家的关系更淡 今天小叔上门 我们都挺诧异的 没想到打的是这个主意呀 好啊 好啊 给你们福气 你们都不沾 小叔拿起了沙发抱枕 就当枕头枕在了自己的脖子下 我不管了 今天二哥要是不让我家乖宝 弯进来的话 我就带着我家乖宝 轮流去大家家里住 小叔这是铁了心的要住在我家 亲戚们为了自保 开始纷纷地绑架起我爸和我妈 就让林昭认住你家呗 也就多三双筷子的事情 就住几天 到时候开学了 就去上课了 卖用什么的 都是自家亲戚 住一下怎么了 我爸和我妈两人 支支吾吾了半天 愣是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知道他们是按于勤奋 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我受不了了 从小我就和林昭瑞不对付 他小时候 老是仗着家里人的宠爱打我 抢我东西 我又不是受虐体制 我还能让他住在我家里不成 不行 不给住 谁要来 我就把电话报警 让警察叔叔把他捉进去 让他去给大钱 先住住大铁窗 我要来 你也要把我这把老骨头 送到监狱里吗 我顺着声音望去 就见我爷爷在林昭瑞的搀扶下 举着跟拐杖 颤颤巍巍的向我这边走来 来呀 你赶紧把我这老骨头 送到监狱里去呗 说着就将手举到我爸的面前 我爸下的身子都弯了大半截 爸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谁敢送你去监狱呀 再说你不犯法 人家也不收呀 爷爷对着我冷哼一声 大人说话 你小孩子插什么嘴 林昭瑞是天上的闻取心 下凡到我们家的 住在你们家是你们的福气 说不定你们沾到张瑞的福气 就能给你们找个好女婿 我爷爷又将矛头对准了我 丫头啊 不是我说你 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还不如找个男嫁了 到时候生个孩子 早生你爸妈早舒服 天天这几句 我都可以倒背出来了 小叔看有爷爷撑腰连忙复合 就是的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小叔边说边举起了林昭瑞的手 看我虽然没读过书 但是我培养的儿子上的北大 边上的亲戚也很应景地鼓起了掌 张瑞从小我看着就聪明 他将来肯定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有出息的 林张瑞听见这些奉承的话音 嘴角的笑容怎么都掩饰不住 女生吧 就初中前学得好 高中之后就不行了 我白了他一眼 那可不一定 好了 别吵了 爷爷将拐杖重重地往地上一敲 他回头问道 张瑞 你想住哪一间房间你自己选 爷爷扫尸了一圈 最后将眼神定在了我爸的身上 我老头子心脏不好 可不经受气 爷爷的话成功阻止了 我爸和我妈想说的话 嗯 我比较想住堂姐的房间 当然不可以 当然不行 这怎么可以 我和我爸妈的反对声同时响起 爷爷 我是一个女孩子 林张瑞怎么可以住在我房间里 就是 他们俩都多大了 又不是小孩子 我妈碎碎念 这不行 这肯定不行的 成咒已经是大姑娘了 我观察到林张瑞不动声色地扯了扯爷爷的衣袖 你们这是存心想逼死我呀 爷爷说着就开始捶自己的胸口 边上的亲戚又开始化身圣母了 都是自己亲戚 住个房间又能怎么了 古代表兄妹都是能成亲的 君子论计不论心的 这要是把老爷子气出了什么好歹 他们的几两骨还不得被人戳破 要不是打人犯法 我都想上前戳他们每个人一个巴掌了 不行 房子又不是你们的 你们凭什么替我做主 爷爷气得想拐杖打我 被我躲了过去 他喘着大气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大声反驳 这是我的房子 房产正写的是我的名字 爷爷用手指着我爸 老二你说 这房子是你的 还是这丫头的 爸 早在成州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我就已经将这房子过户给他 你也知道的女孩子 还是要有房子才有底气的 爷爷对我爸吐了口口水 废物 林章瑞的眼神闪过一丝嫉妒和愤恨 被我看见了 他很快调整好自己的表情 挤出了一个笑脸 恭喜姐姐有自己的房子了 刚刚是我私立不周了 我和姐姐道的歉哈 对不住姐姐了 那我住在二伯的房间就好了 林章瑞真是个男女茶 我爸妈的房间就是主卧 是整个房子 面积最大最好的房间 哪有人去别人家做客 要助人家主卧的 林章瑞这人 要么脑壳子坏掉 要么就是心眼坏 老二 这下你没意见了吧 章瑞可是我们家族 第一个考上北大的文曲心呢 爷爷边说边壳 但口水都快泡到门口去了 我刚想说出拒绝的话 就被我爸拉到了角落里 成皱 要不就让章瑞住我屋那边吧 我要是再拒绝 你爷爷的身体受不了 另外 章瑞在我们家 偶尔有问题 你也能问问他 我爸他的口气 语重心长道 我知道你一直想上北大 但这次你可能是失误了 所以才考了535分 你要是想辅读 爸也是双手赞成的 我知道我爸是最重感情 我最无效的 可是让他们住进去 无疑是捉知老鼠精力钢 我忍不住纠结了起来 快点啊 我那考上北大的文曲心 都爱儿子 累了要休息呢 我们来你家是让你们长福气 要是像以前 你们这种生女儿的 只能躲在门缝里 观看我儿子的神采 听着小说那些话 我气得冲到了林章瑞的面前 我想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林章瑞 可以给一下你的高考分数截图吗 林章瑞神色都有点不自然 你什么意思 是怀疑我在说谎吗 我当然没有那个意思 我这也没见过世面的 只是想看看 高分成绩是什么样子的 林章瑞堂弟 你不会不赏脸吧 林章瑞脸色猛的就变了 他抓起爷爷的手 就往门口走 爷爷我们走 人家不欢迎我们 还怀疑我的成绩是假的 我站在身后叫住他 真惊不怕火炼 你现在要是走了 就坐实了你是假的 林章瑞停下了脚步 小叔拉着林章瑞的肩膀 儿子给他看 吓死他 爷爷也拍着林章瑞的手臂 乖孙给他看 让他无话可说 了解 如果证实我就是年孙 你就要住在救救的主屋哦 好的 一言为定 林章瑞打开相册 拿着那张图片 先是递给了爷爷 然后给了那些亲戚 在收获一片称赞声和欢呼声后 他才将图片递给我看了两秒 就急匆匆地将手机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但仅两秒 还是被我看得很清楚 并记录在脑中 感谢大数据 在我查分前 我就刷到一个女博主 分享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她晒涂的分数位置 连照片下方水印都一名一样 林章瑞真是粗心 PS都不认真批图 at这个都不批掉 林章瑞嚣张的声音 在我头顶上方响起 姐姐 你看轻了吧 我抬头盯着她的眼睛 看得可轻了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请大家去吃饭吧 为什么不选个包间啊 选个大厅做什么 我耐着心解释道 今天人多 并不到包间 确实委屈了堂弟 毕竟她可是咱们家的文曲心呢 小叔嘴巴不停地抱怨着 你难道不知道 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一样啊 她可是文曲心下凡呢 怎么可以和一些乌浊的人坐在一起 一看你心就不成 你以后可得好好表现你自己 到时候把我伺候得舒服了 我就让我儿子给你介绍 他北大的同学给你认识 小叔来眼嫌弃 比一的看着隔壁桌的人 他的大嗓门引起了隔壁桌的反感 旁边桌上的眼镜男看不下去了 开始提醒我小叔 这位先生 公共场合请你小声点 大厅吃饭的人瞬间都安静下来 个个伸着个脑袋过来吃瓜 林章瑞拉了小叔的袖子 示意他安静 但小叔早被今天的阿谀奉承冲昏了头脑 他一个箭步就冲到刚刚那人的跟前 撒起拖来了 我哪里不小声啊 别人都没说我大声 就你说我大声 你是来找茬的吧 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 内人一看就是文化人 对我小叔这样说也不生气 就单单笑着问道 你儿子是谁 眼镜男的笑容 在我小叔的眼里那算是挑衅 小叔间的声音大喊着 我儿子高考分数675分 可以上北大 是文曲心下凡 坐在旁边的是你女儿八 小小年纪茶汁抹粉的 一看就是不会读书的 世上也记得了吧 眼镜男站起身来 足足高了我小叔两个头 他冷哼了一声 你这负责心 你儿子能上北大 那可真是奇迹啊 我怀疑你在说大话 小叔不怒返校 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小叔为了打眼镜男的脸 开始向林章瑞招手 儿子 你快把你截图拿出来 我要好好地打他们的脸 林章瑞拿着手机犹豫不前 周围的亲戚也在劝林章瑞 我看你儿子是拿不出来吧 面对眼镜男的挑衅 小叔不等林章瑞反应 直接夺过了他手机 然后递到了眼镜男的眼前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675分 那几个大字你看得见吗 眼镜男借过手机看了下 他身旁就瞬间没上一圈人 一半是我家亲戚 一半是看热闹的人 他们七嘴八舌地发言着 细细一看 这张成绩确实有PS的痕迹 总分成绩一样 这个概率是有的 但是连个科成绩都一模一样 这个概率还是很少的 那林章瑞我认识啊 我高一的时候教过他 他是56中的学生 56中的学生出了一本都很难 里面的学生 要是能考上北京大学的话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观察了林章瑞 他的表情很平淡 但他握紧的拳头 出卖了自己 小叔扯着嗓子喊道 放屁 你们胡说 你们是嫉妒 他指着眼镜男的女儿 你说你考上北大 你拿出证据来啊 小姑娘人狠话不多 当场点开查分官网 输入了准考证号 这是官网可不像截图 可以随便做假的 让你儿子也过来查分吧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林章瑞脸上 林章瑞的脸上都有稀罕了 我 我忘记密码了 我立马好心地建议到 没事 这边有找回密码这个选项 林章瑞瞪了我一眼 多事 我委屈这个脸 堂弟 你别这样子啊 你不登陆到查分系统的话 这样子 别人会以为你是因为虚荣 而谎报分数的呢 爱看热闹的亲戚也插嘴 对啊 大侄子 你快去登陆啊 好好打他们脸 爷爷也拍着后背 鼓励林章瑞 苏儿 快登陆上 挫挫他们的锐气 林章瑞将手机狠狠地放下 挺直了腰杆 发现还是矮周围人一大姐 他索性站在了大凳子上 开始慷慨激昂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自证 不能因为你们提出任何怀疑我就得自证 你们要是说我是太监 难道还要我脱下裤子吗 我在下面大声鼓掌 说得好 林章瑞说完就对着我们大手一挥 走 我们换一家去吃 不要和他们这群乌合之众一起吃 我不得不感慨 林章瑞的心理素质实在是太强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 都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高尚品格呀 我对那个女生识了个眼色 那个女生立刻心领神会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敢了吧 边上的人负荷 肯定不敢 我要是赶上北大 我把分数印在我脑门上 哪像某人那么虚心呢 林章瑞显然也是听见了这些话 他捂住了小说的嘴 就接着往前走 你们不要这么说我堂弟 我堂弟可厉害了 他肯定有上北大的分数 不信你们认为他的班主任 我在人群里指向了他 陈老师 你可要为我堂弟做主啊 众人的路光 奇奇望向我指向的方向 陈老师和眼镜男是一拙 只不过戴了个鸭舌帽 林章瑞母子认不出来而已 张瑞 你真考了675分啊 林章瑞点了点头 陈老师拍着手笑道 没想到我陈某人 也能教出考675分的学生 紧接着他大声的询问起来 张瑞啊 我记得你什么之前才考265分 短短一月 你就翻了将近三倍 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了 数学最后一题你是怎么解的 你和我说到说到 我都不会写呢 陈老师说着 就从包里掏出了纸盒笔 塞进了林章瑞 林章瑞五卓笔 半天没写字 张瑞怎么了 老师 最后一道大题我没做 不可能呀 你要是没做的话 你数学不可能考148分啊 陈老师眯着眼 端向着林章瑞 我的好搭子 675分语消诸喊了起来 这148分 这不是他考的 周围还伴随着一阵嘘嘘声 林章瑞脸色通红 直接将纸张留成一团 狠狠地砸向陈老师 老不死的仇恶你就烦 我会做就是不告诉你 你还老师呢 题都不会做 想让我告诉你 你下辈子吧 这场聚餐 当然是不化而散的 但神奇的是 亲戚们都没有够回家 反而是一直跟在林章瑞的身后 我知道 大家心里肯定是起零星 但又不好当便说 又想接着看后续 亲戚就是恨你有笑你无的生物 哎呦堂弟 刚刚出门着急 忘记让阿姨把我爸妈的房间收拾出来 林章瑞皱着眉头 你怎么做事的 我心里一般妈咧咧 但面上还是陪着笑 我暂时给你定了 本事最大最豪华的度假村酒店套房 等我收拾好了 你立马住过来好吗 我的文曲星堂弟 你最是宽容大度的 林章瑞听到文曲星这几个字 就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屁颠屁颠地跑回他家 收拾起了行李 趁他功夫我拉住了小叔 小叔 我刚刚听三叔在背后 一直嘀嘀咕咕说 堂弟分数造假呢 他还打电话和村里的孙婆说呢 你也知道的 孙婆就是个大喇叭 他知道了 那全阵不就都知道了 小叔听到这话 起身就要去找三叔的麻烦 这老三就是贱不得别人好 看我不去撕他的嘴 被我拦了下来 你现在去无凭无据的 人家肯定不承认的 我教你个法子 你现在将村里出高中生 全部召集过来 就说文曲星林章瑞 要免费为他们讲题 一来这分数造假的谣言 就会不攻自破 二来也能为堂弟 博会人会心善的好名声呢 小叔听后连连叫好 我马上就去办 小叔的效率就是高啊 林章瑞的被窝还没闹好 就被乌鸦鸦的一群人吓到了 他满脸疑惑 这是干嘛呀 这都是村里的孩子 小叔在村里夸下海口了 你肯定能把他们不交到北大的 毕竟你可是我们家族的文曲星呢 我召唤着村长家的高儿子 来到林章瑞面前 来 哪里不会快问文曲星 文老师 这题怎么做 林章瑞这次装都没装了 直接将那本书丢到地上 这么简单居然不会做 读什么书啊 去卖废品都会被老板坑 下一人上前 这么简单居然不会做 读什么书啊 养中你都看不懂说明书 这么简单居然不会做 读什么书啊 送外卖你都能送错房间 林章瑞这副操作 可是发的重目呢 老二 我儿子北大通知书下来了 你这下 可得把你家房产证 转让给我家章瑞了 小叔一家带着我爷爷 风风火火的来到我家 说出这句话时 我爸下的油条都掉了下来 他满脸无奈 对着我爷爷抱怨 爸 我不是都说了 这个房子我已经给成皱了 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了 爷爷一听这话 就也开始学着小叔撒火打鼓的起来 他可是我们家的门取星 这在古代可是光耀门美 祖谱都要单独开一本的 你给他房子 到时候他认你为干爹 你不也能跟着沾光啊 林章瑞附和着 二叔房子给我 你死后我给你送中 我爸放出狠话 我就是不给 林章瑞对着爷爷儿语了一番 声音还是蛮大声的 丝毫不避讳着我们 内容就是 爷爷就指着我爸鼻子喊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去你单位说你不孝顺 我也去网上说你 让你们全家不得安生 我爸听到这话 瞬间就心死了 呆呆地站在那 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 他爸会这么对他 我从小说的手里 抢过那张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放在我早就打开的直播间 由于我投了斗家 再加上我同学的助力 我的直播间格外地热闹 各位想必都看到刚刚的情况了 我爷爷偏心 就因为我堂弟考上北大 就要夺走我家的房子 我做错了什么 因为我是女孩子 我堂弟作为一个 考入北大的高材生 他对此事件不持反对意见 反而一直窜夺着我爷爷 这个是我堂弟的北大通知书 我想问问网友们 我堂弟做的对吗 林章瑞想上前读我手机 对我妈娘家的亲戚拦住了 网友很激烈的发言 这什么年代啊 光明正大吃绝户 这样的人即使考上了北大 也是一个对社会无贡献的人 妥妥的精致利己主义 我帮你爱特了北大的官博 前面的你爱特错了 这张录取通知书有问题 University少了一个啊啊 学校怎么会这么粗心啊 而且录取通知书 明显和今年的不一样 款式是去年的 这个网友真细心啊 不忘我一直将那个University 戳在屏幕上 我脑中有个大胆的猜想 博主的堂弟伪造通知书 就是为了借助他爷爷 来拜占他们家的房子 真是细思极恐 我转过头对着林章瑞喊道 堂弟 网友说你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University少了一个啊啊 且录取通知书 明显和今年的不一样 款式是去年的 林章瑞眼神飘忽 手一直在鼻子上磨蹭 网友懂什么 前几天不是公布了 网上本科率不足4% 他们不懂瞎说呢 林成昼 你少添油加醋山峰点火的 你自己考不上北大 天天跑我面前叽叽歪歪的 还叫来一群高中生问我问题 你安得食妖心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就想霸占我林家的房子吗 我和你说 你赶紧十项点 把房产证转给我 不然我要你好看 我将直播摄像头对准他 怎么个好看 你别以为拿个摄像头对着我 我就会害怕 他推了推爷爷的肩膀 爷爷看着我爸的脸 也有点犹豫不敢上前 他轻声安抚林张瑞 关孙这件事情 我们改天再说吧 爷爷私人给你一大笔钱 不 我就要二伯的房子 爷爷你要是不给我 我就不去北大上学了 看你怎么在村里立足 打折打七寸 林张瑞的话 精准地踩到了爷爷那虚荣的心上 但是他不敢再冲 我爸喊话了 只敢向我施压 死丫头 快把房产证转给你堂弟 我都被气笑了 凭什么 爷爷恐过横飞 凭什么 当然是凭人家考上北大了 你要是考上了 我也把老姚家的房产证给到你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爷爷那你 可要说话算数啊 爷爷不明所以 你什么意思 我掏出我的北大录取通知书 爷爷我考上北大了 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挑了林张瑞一眼 负真价实 没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呢 可不像某人呢 赵义终将一路要组 他们全都傻眼了 我爸妈倒是很平静 因为我早就不可能说了 林张瑞气愤地抓起我的录取通知书 就使劲地撕开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可以考上了 凭什么天下的好事全都给你占了 大房子 存款 商铺 现在你还给我考上北大了 林张瑞眼睛红 好像一头发疯的瘟 没事 你撕的是复印件 我又掏出了一叠复印件出来 你还可以接着撕 管够 林张瑞的动静太大 引来了许多村里人来看热闹 我就说林张瑞是假的 那天我儿子问他题目 他自己不会还骂人 脸皮可真厚啊 说自己考上了北大 换我肯定不敢说 他骗人说上了北大 就是为了他二伯的房子 人家女儿还在凭什么给他 要我说还是承纣牛蛙 考上北大也不炫耀 哪像某人 边上的闲言碎语 听得林张瑞直挠头 林承纣 你说我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我才要说你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那我们找人见面一下吧 林张瑞你不会怕了吧 林张瑞死猪不怕开水烫 当然不会了 我对着人群中喊了一声 陈校长 麻烦你过来帮我看一下 陈校长是我们本事最好的高中的校长 他的话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击溃林张瑞的谎言 我将两份录取通知书 放到了陈校长的手里 陈校长帮忙看一下 陈校长旁边穿着行政夹克的 抢过了通知书 不用看了 今年咱们镇上上北大的就两个人 一个是林承纣 一个是萧珠 全都是女生 行政夹克说到这停顿了下 忘了自我介绍下 我是镇长王春 今早沸沸扬扬 听到一个叫林张瑞的男生考上了北大 我瞅着和名单上的性名性别都没有对上 出于好奇 就跟着陈校长来到了这里 林张瑞的脸上瞬间惨白了 周围发出了讥笑声 林张瑞受不了 就一个人灰溜溜的逃走了 但我注意到 他在奔跑中撞到了我爸 还从我爸手里顺走一串钥匙 林张瑞 站在煤气灶前的黑色身影停顿了下 接着快速的打开了阀门 他缓缓转过身来的姐姐 你晚饭没吃吧 难怪现在还醒着 但是二伯二伯母车很多吧 你看他们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他开始自言自语了起来 那又如何 你们手机都被我丢在马桶里了 你抱不了紧 奈何不了我的 我抄起厨房的刀对着他 你现在是在看灵气吗 你疯了吗 这样子会死的 他敲了敲自己的房东面具 我当然不会死 死的是你们 我试图安抚他 你还有大好的未来的 你下半辈子要是在监狱里度过 这样子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听到这开始哈哈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傻逼 我直接和你说了吧 我不会坐牢的 我会将这些伪造成意外 如果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我就退出我妈让他背锅 他就有一个儿子 他肯定愿意的 林章瑞真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林章瑞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两败俱伤 林章瑞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哪里没好处 你们死了 财产最终不都到爷爷那边了 我再哄哄爷爷 爷爷肯定全给我 原来如此 以上就是犯人的犯罪动机 我将报警通话页面 举给林章瑞看 傻逼 我早发现你在我州里下药了 我们全家都没有喝 我爸妈从楼梯慢慢走下来 我审舍不了 开始变得疯疯癫癫 而爷爷则天天往我家跑 说在他的大力举荐下 祖谱终于愿意让我加入了 但是谁稀罕啊 我要自己开一本